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看我们的说故事时间 我是Vergilia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小超人 要来和我们一起和小朋友们说故事哦 我们大家一起拍摄,欢迎她 我们的妙妙小超人 嗨,妙妙 哇,我真的好喜欢你好酷的太阳眼镜哦 而且,哇,你转过身给所有人看一下 你有一个好漂亮好闪亮的小披风哦 真的是太酷了 妙妙小超人 诶,可是为什么你的头上写了一个好大的布字呢 妙妙小超人,为什么你要有一个布字在你的头上啊 嘿嘿嘿,大家好 我是妙妙超人 因为妙妙我是很厉害的小超人啊 所有的事情对我来说都太简单了 不是我需要做的事情 不是我需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的回答当然是不 不 不 哦,原来是这样啊 嗯,小朋友们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妙妙小超人的故事吧 看妙妙超人是不是真的像她自己所说的有这么厉害 有这么的神气呢 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布布布 作者 甘威 插图 吴波 谢金 妈妈对妙妙说 妙妙吃饭了 可是有时候妙妙是超人 超人需要吃饭吗 答案当然是不 有时候老爸对妙妙说 妙妙把报纸拿过来给爸爸好吗 可是有时候妙妙是石头 石头会自己移动吗 答案当然是不 当妈妈对妙妙说 妙妙洗澡了 可是有时候妙妙是船长 船长 船长需要洗澡吗 船长需要洗澡吗 答案当然是不 当爸爸对妙妙说 妙妙该睡觉咯 可是有时候妙妙是马戏团的小丑 请问最受欢迎的小丑 需要这么早去上床睡觉吗 答案当然是不 每一次大声又洪亮的说不的时候 妙妙妙就觉得自己好生气喔 直到有一天 妙妙突然发现 事情不对劲喔 当妙妙问妈妈 妈妈妈可不可以做布丁给我吃啊 可是妈妈却说 不 当妙妙问爸爸 爸爸爸爸 可不可以陪我去踢足球啊 可是爸爸的答案也是说 不 有一天妙妙和她的妈妈在逛街 想要买玩具 她就拉着妈妈的衣服说 妈妈妈妈 我可不可以买玩具啊 可是妈妈的答案也是说 不 最后呢 有一天妙妙好开心的跟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我们一起手牵手去逛超市吧 可是没有想到 爸爸妈妈给妙妙的答案也是 不 这次妙妙再也忍不住了 她放声大哭 哈哈哈哈 爸爸妈妈你们是不是不爱我了 可是啊没有想到爸爸却回答说 因为你以前整天都对我们说 不不不 妈妈也接着说 妙妙难道你也不爱我们吗 嗯 这个时候妙妙停止哭泣 她非常的疑惑 她想了又想 想了又想 嗯 我真的有整天对我的爸爸妈妈说 不不不 妈 妙妙想了又想 她终于明白难过的说 哦 哦 原来爸爸妈妈听到我说不的时候 也和我一样会非常的难过 爸爸妈妈难过是两个人一起难过 一定比我一个人难过还要更难过 嗯 对不起 对不起爸爸妈妈 我错了 对不起 其实超人是非常喜欢帮助别人的哦 当爸爸对妙妙说 妙妙去门口帮爸爸拿信好吗 妙妙会说 好 我去哪 其实啊 优秀的船长也是非常有礼貌的哦 当妈妈说 妙妙 妈妈烤了蛋糕给你吃 妙妙这个时候会非常有礼貌的对妈妈说 妈妈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烤蛋糕 其实啊 马戏团里最受欢迎的小丑 在表演结束之后呢 他们都会好好的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哦 整理干净 原来大声又洪亮的说好的 比说不更生气 而且听到的人都会很开心哦 因为妙妙爱爸爸 妙妙也爱妈妈 爸爸妈妈我爱你 亲爱的家长们 不知道你们的家是不是也有一位像妙妙一样的小朋友 他们什么事情都是说不不不的孩子呢 原本乖巧听话的孩子 开始和您有不同的意见 开始变得喜欢反抗一切的事物 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发脾气 这个阶段呢 其实是孩子们 情绪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哦 他们试着表达自己的情绪 说出自己的感受 但却不了解别人的感受是什么 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自我出发 来思考事情 有时候看在大人们的眼中 也许觉得这是不恰当的 或者是 这个孩子是不是没有礼貌啊 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要鼓励所有的爸爸妈妈们 不用太过担心哦 只要多花时间去陪伴你的孩子 了解你的孩子 并且适当的来引导他们 可以尽量的让孩子们 有自主性的去选择他们想要的 比如说呢 你可以给孩子选择题 你可以问他说 嘿小朋友 你今天是想要先玩小火车 还是想要先玩积木呢 而并非只是问他们 嘿小朋友今天要不要玩玩具啊 尽量用选择题 来取代是非题的方式哦 帮助孩子们自主性的人格发展 可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哦 好啦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 小鸡妙妙的幸福之旅 不不不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再见 还是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